有疫情爆发 很多确诊者会透过中医视讯看诊 来取得清官一号 不过有打满三剂的确诊民众爆料说 他想领取公费的清官一号 但医生却回他说清官一号库存不足 加上5月中卫福部有最新的临床指引 65岁以上 12岁以下 或是疫苗没有打满三剂的人 可以优先领药 这让民众气炸了 质疑这根本是在惩罚打满三剂的人 确诊人数暴增 不少轻症不符合口服抗病毒药 选择中医视讯看诊 要求开立清官一号 但去传出并非人人都领得到 有打三剂民众爆料确诊后 这个月二号挂医院的视讯中医门诊 想领清官一号 结果医师回他 目前清官一号库存不足 根据卫福部五月中的公文 除非是大于65岁小于12岁 或是疫苗没打满三剂的人 才能优先领用 让民众气炸了直呼这种规定 是在惩罚打满三剂的人 如果诊所有在看病的话 其实通常上加一天就用完了 大量的清官一号 仍然应该要等到 后面几家的药厂 有产量出来的时候 预计在六月中旬到六月下旬 中医市证实 目前清官一号的确很抢手 五月份的药量的确不足 原定每周两百人份的进货量 往往一天半就用完了 要解决缺货问题 恐怕得等到六月中旬 中医市建议民众 想拿清官一号别一窝蜂 涌入大院 到中医诊所几率相对高 就算拿不到清官一号 也可以辩证论治 拿科学中药反倒好得快 清官一号的少量 而造成了治疗上面的困难 其实多用一些科学中药 或者多用一些辩证论治的水尖药 是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去医药管道多 如果真有清官一号的使用需求 也能透过公费清官一号 医疗资讯平台查询 哪里还有药 减少等药时间 记者纵道